115 頭條日報 《上蓋建酒店零售及物流大橋口岸大繳世界匯流》 2015年7月27日港民 匹 十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作發表網誌 指當局展開為期兩個月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的規劃 工程及建築研究的第一階段社區參與 當局初步建議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以世界匯流為主題 企達到創意品味、商業會議及物流等三個核心元素 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潭海邦則憂慮 該區會變成另一個邊境購物性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詩榮建議當局應造號客員分流 陳茂波在網上指 當局初步建議口岸上蓋發展以世界匯流為主題 期望集創意工業、零售、酒店及會議設施 以及物流於一身 發揮橋頭經濟的潛力 促進本港及諸三角地區之間的客運和貨運 他期望人工島發展可為香港帶來就業機會 與機場島北商業發展區及印澳田海等 產生協同效應,團體優變上水水貨翻版 不過,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潭海邦認為 口岸將吸引更多廣東省西部的自由行旅客 令東涌人口超出負荷,變成另一個邊境購物性 他又擔心東涌會變成上水翻版 大量旅客湧到,令區內物價上張 建議當局在該區設立車輛及人流限制 避免過多車輛和人流進入東涌 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子 指口岸落成後將有大批旅客訪港 有需要興建購物商場 認為只要釐清機場北商業區和口岸的定位 對過警客和居民進行人流分工 便不會令東涌超出負荷 大地球 吶 消費 大地球 詳細 詳細 詳細